试飞员是一群具有非凡勇气和技术的人 他们作为国家重要的空军力量 经常在危险的高空中进行各种试验任务 试飞员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还需要能够在紧密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最近上映的电影《中国机长》以试飞员故事为背景 讲述了一位试飞员在实验飞行中遭遇危险后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团队的配合成功降落的故事 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试飞员的职业精神和应用无味 也向观众传递了爱国主义和团结互助的价值观念 在电影中试飞员们不仅仅是在高空中进行试验任务 更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自己的信仰和职责 他们不仅要接受严格的信念和讨核 还要面对风险和挑战 在试飞员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到心无旁物 全身心地投入的工作中 这也让人们对试飞员这个群体产生了无尽的敬意和钦佩 电影中还体现了试飞员在工作中团结互助的精神 在面对紧急情况时 试飞员之间不仅需要相互配合 并且要彼此信任和支持 只有这样才能在危机关头化解危险 保障国家的安全 这一点也是试飞员群体的共同特点 大家在平时的信念中也更加注重团队合作 强调互相帮助 除了以上两点 电影中还体现了试飞员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 试飞员们不仅是为了推动航空科技发展 还是国家强盛的辅助力量 他们在工作中不尽力义不顾安危 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种牺牲奋献精神感人至深 总之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 中国机长通过试飞员这个群体的故事 向观众传达了勇气 含结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 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进一步推动社会向着更加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